二女儿吃完早饭 八点就去学校上课 这是针线盒 大女儿八点半 学校开始网课了 小女儿的学校也是九点开始上网课 我们家把大女儿上的高中 二女儿初中 小女儿上的是小学 虽然都是在同一个区域 但是每个学校的安排都不一样 学校又开学了 很多家长说实话都很担心 担心孩子去了学校 会把病毒带回家里 现在把日本国内的小孩感染率很高 如果孩子把病毒带回家里了 真的是不敢想象 特别是现在把医生患上病 只能都在家里疗养 所以一想的这些都很后怕 特别是现在老二孙去学校了 但是学校随时都会根据疫情情况 把课程改为网课 所以总觉得心神不灵 又到了要做午饭的时间了 今天中午吧 就是我们三个人吃饭 打算给两个孩子做个纳豆拌饭 再做一个冰可花样的鸡蛋 这个鸡蛋里面呢 主要是就是放些蔬菜 然后再加一些培根 再加点奶或者是奶酪 做成很蓬松的感觉 还可以加一些保理粉 又是面粉在里面 做成这么厚的蛋饼 据说这种菜 日本的母亲们都喜欢做 在家做的给孩子们吃 菜箱里打入三个鸡蛋 煮了八成熟的菠菜 把菠菜倒入鸡蛋里 皮根切条 放进锅中 倒入135毫升的牛奶 适量的盐和胡椒 奶酪粉 按口味可以加一点西洋味精 锅里放黄油 盖盖往火煮10分钟 这是一种纹理较粗的豆腐 用勺把豆腐捣碎 加入色拉酱 今天准备了三盒腊豆 这是苹果醋 腊豆里不仅含有钙 还有铁 很遗憾 铁是不容易被吸收的 如果加一滴白醋 不仅能帮助吸收铁份 而且让纳豆拌起来也蓬松柔软 口感更加饱满 滑润 这是金枪鱼罐头 把它加在纳豆中 纳豆里配好的调料 把事先调好的豆腐盖在饭上 这是美西喜欢吃的牛肉味拌饭调料 所以加了铁盒盖的 豆腐上撒一层带味的海苔 再把和好的金枪鱼纳豆盖在上面 这个是早上做便当剩下的鱼肉制品 里面加了白酪 美西炒着要在鸡蛋饼上加一层番茄酱 这是一个新型的印象鞋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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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吃好饭又开始上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心配でしょうがない 在家上班 テレワーク 我该怎么做 どうしたらいい どうしたらいい 不能接受 納得できない 納得できない これなんて打てるでしょう おー鼻がきれいだな どうしたらいい 寸体